嗨大家好,歡迎來到孤獨鐵人,我是Coby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繼續聊聊 我從GCN對FTP的兩位教父 Andrew Coggan以及Hunter Allen的訪談影片心得 這其實是第二集 上一集藉由兩位教父之口 幫大家釐清了FTP的真正定義 這一集我們會聚焦在乳酸育脂 這個目前市面上最夯的話題 這可說是GCN這支訪談影片的最大重點之一 因為自從乳酸育脂出現後 伴隨著挪威人的巨大成功 以及各種媒體的大力炒作 乳酸似乎已經成為了耐力運動的新黃金指標 反正FTP則逐漸落寞 甚至有選手跟教練公然表示他已經過時了 FTP is a bit 2015, don't you think?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為了平衡報導 我們來聽聽FTP的教父 Coggan博士怎麼說 但是在聽Coggan博士的說法之前 我想我們有必要先對乳酸預知科普一番 讓對這個議題還不是這麼熟悉的朋友 能夠對接下來的內容有個比較好的理解 乳酸 是人體在代謝能量之後產生的一種化學物質 過去因為他的名字有個酸字 所以經常被誤認為是造成肌肉酸痛的原因 不過這已經被證實為純屬誤會一場 實際上乳酸不是廢物 他能夠被人體回收再利用產出能量 後來有學者注意到了他跟運動強度之間的關係 並著手研究 他們發現在低強度運動時 乳酸的產出跟回收的速率達到一個平衡 使得體內的血乳酸濃度大致保持平穩 但隨著運動強度的增加 乳酸的產出速度也會跟著增加 體內的乳酸濃度就會慢慢升高 不過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以一種平緩的方式上升 假如我們不斷增加運動強度 讓乳酸濃度不斷升高 高過某個點時 他會突然像狂飆股那樣快速上升 這就表示乳酸的產出跟回收已經失衡了 也表示強度來到了一個臨界點 再高上去我們恐怕就撐不了多久了 而這個臨界點就被定義為乳酸育脂 目前的主流論點是人體會有兩個育子點 LT1和LT2 第一育子點LT1又被稱為有氧育脂 在這個強度以下身體主要依靠有氧系統來供應能量 乳酸的產生跟清除處於一個平衡狀態 不會有明顯的乳酸堆積 第二育子LT2又被稱為無氧育脂 在這個強度以上 乳酸的產生速度遠超過清除速度 導致乳酸在血液中快速堆積 運動的表現也會迅速下降 以上就是乳酸育脂的簡單介紹 那麼乳酸育脂之所以開始走紅 源自於Jakob Inebrisson和Christian Blumenfeld等挪威選手 利用他來當作訓練強度的依據 並且取得非常輝煌的成果 所以乳酸育脂跟挪威式訓練法被高度綁定 眾所皆知 一旦某個運動員開始主宰賽場 他們的一切馬上就會成為人們模仿的對象 訓練方式當然也在其中 於是到處都可以看到選手在訓練時 拿著一個儀器扎耳根或者是扎手指 不用懷疑那就是在測血乳酸濃度 因此之間乳酸訓練成為聖經般的存在 已經沒有多少人在意FTP了 彷彿他已經是一個被時代淘汰的舊物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接著來聽聽Kogan博士的說法 總的來說 Kogan並不認為乳酸育脂會是一個比FTP更好的訓練指標 而他給出以下三個理由 1.乳酸濃度其實比心率更善變 2.育脂在學界只是一個概念性名詞 並非實際存在的東西 3.學界對於乳酸育脂的定義仍然存在分歧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釋 首先是第一點 乳酸濃度其實比心率更善變 我們都知道心率變化除了運動強度之外 還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比如說氣溫、海拔、補給、身體狀況等等 他反映出來的不單單只有運動強度的高低這麼單純 其中還掺杂了很多東西 想從心率去反推運動強度時 有很多因素要被加進去一起考量 其中有一些因素甚至難以被量化 比如說你的睡眠狀況 換言之心率不適合被當作一個 獨立且精確可靠的訓練強度指標 頂多就是個參考而已 現代已經沒有多少職業選手 單純只靠心率來訓練了 而康根指出 乳酸濃度其實也具備這樣的特性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心率都不行了 那為什麼乳酸濃度就可以呢? 再來第二點 抑止只是個概念沒有實體的存在 如果上面那一點僅僅是從應用層面去質疑乳酸作為強度標準的正當性 那麼這一點就是從根本意義上來否決它了 因為抑止都不存在了 那麼乳酸抑止又怎麼解釋呢? 關於這一點 他說所有的生理反應都是連續而逐漸變化的 乳酸濃度也不例外 它對應運動強度的關係圖 實際應該比較像是指數型函數 而不是分段是線性函數 沒有明顯的邪律轉折點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定義哪一點是乳酸濃度呢? 接著他又說 如果他跟學界的人聊到某某人有很高的抑止時 他只是在形容那個人的能力很強 並不是說他身上真的有某個數值特別高 這是一種共識不用特別說明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在比喻 而這個共識也帶出了以下第三點 目前有超過20種以上的乳酸抑止定義 有很意外吧?更意外的是 就算意見如此分歧 也沒有人有足夠的動機想去把它們統一成一個標準 為什麼?因為沒有意義 如果你進入練習技術的文章 有超過20的規定 有一個方法定義的抑止定義 而且有很少的意義 可以進入任何類型的合約 因為這是不必要的 在聽之下很難理解 但仔細一想其實也很簡單 在前兩點為真的情況下 既然乳酸濃度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干擾 那測試的條件跟步驟誰來說了算呢? 又就算真的定出了某個SOP 那有意義嗎? 人有可能一輩子都在同一個環境下訓練比賽嗎? 還有不用考慮人與人之間的個體差異性嗎? 再來 乳酸濃度變化的轉折點那麼不明確 那麼對於結果的判讀 每家實驗室每個教授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 誰能說他的就是標準呢? 以上就是Dr.Coggan不贊同乳酸濃止是個更好的訓練標準的理由 老實說很顛覆我原本的認知 尤其是生理不存在濃止這個說法 但Coggan博士是位聲明著著的學者 且在訪談之中 我多次能夠感受到他對用詞精準度的執著 直覺上這種人不會沒有根據 就為了反對某個東西亂說話 因此雖然心裡高度懷疑 還是努力嘗試去理解跟辯證 後來讓我想通的是他以下的這段話 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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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的軟體 這段話主要是在解釋 生理上沒有絕對的穩泰這個概念 幫大家簡單翻譯一下 在運動生理學之中 我們長子的穩泰訓練是指在 攝氧量穩定的狀態下 然而就算攝氧量穩定了 也不意味著代謝率穩定了 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 身體裡的碳水化合物存量會逐漸下降 身體會改以以脂肪為主要的能量來源 而在同樣的耗氧量下 燃燒碳水化合物跟燃燒脂肪所產生的能量不同 因此身體必須稍微改變代謝率 以符合當前的運動強度需求 而就算你反過來用輸出功率來監測代謝率 並想辦法讓它達成穩定了 身體也不見得是處在真正的穩泰之中喔 我們的體內依然有很多東西在不停的變化著 例如心率啦 腎上腺素啦 多巴胺濃度等等 而如果你沒有繼續補充碳水化合物的話 血糖也會慢慢下降 接著你的換氣率會逐漸飄移等等等等 所以微觀來說 身體內部永遠不可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穩定狀態 理解了這一點使我茅塞頓開 讓我意識到了我之前的盲點所在 正是所謂的 見樹不見林 判斷事物的狀態跟屬性要看事物的整體 而不是僅平的一兩點就做出結論 就像一片茂密的樹林裡 有一棵樹的樹葉因為某種原因而提前凋落 如果我們只看得見這棵樹就很容易做出 啊這個地方現在應該是冬天吧 這種錯誤的判斷 但是如果你把視角往上拉高到俯瞰整片森林時 你會發現完全相反的情景 身體是個異常精巧且複雜無比的系統 內部的細胞組織器官之間 形成一種即分工也合作的緊密關係 當我們對它下達某項任務指令 它會在大腦的指揮下發生一系列複雜的森林反應 以求使命必打 這些反應各自有各自的目的 但彼此之間也會交錯影響 有時一種反應比如說乳酸 達到了一個穩定狀態 那不代表其他反應也都穩定了 有可能只是暫時不需要 也有可能是目前系統的條件不足以 讓它做出更多變化而已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徹底的明白了 為何Coggen博士會說 把任何一個實驗室測出來的數據 當作黃金標準是一件毫無意義的做法 這是一個小貓的秘密 很多人認為科技的測試是銀行的標準 但仍然是沒有 育這個字通常代表著一件事物 從穩定到異常的轉折點 乳酸育脂尤其是LT2 通常代表著人體能夠維持在穩定狀態下的臨界點 然而如果穩定狀態根本就不存在 又何來的育脂可言呢? 最後再幫大家總結一下Coggen博士的說法 1.乳酸比心率的變異性高 除了運動強度 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程度更大 2.生理上不存在真正的育脂 它只是一個概念性的詞彙 判斷身體狀態應該用一個整體性的角度來看 而不能僅憑一兩個反應就判斷身體的狀態 3.目前學界對於乳酸育脂的定義還存在諸多分歧 但是解決分歧的動力很微弱 基於以上兩點 以上就是Coggen博士針對乳酸育脂 這一概念所做出的反駁 但是看到這細心的觀眾可能會發現 既然他說育脂只是一種概念 那為什麼FTP還要用育脂來命名呢? 還有既然乳酸不適合當作訓練強度的標準 那為什麼FTP就可以? 這兩題我原本是想要放在這支影片裡一起討論的 但錄到這邊我發現可能要留點時間 給大家消化一下剛剛的內容 所以等到下一集我們再來談談 為什麼FTP實至今日依然適用吧? 不過我可以先給大家兩個關於下一集內容的提示 1.對選手來說什麼才是真正至關重要的? 是實際能力和表現的好壞? 還是生理素質的高低呢? 2.有什麼比能力本身更能代表能力的呢? 講通了以上這兩點也許你就提前預知了下一集的內容了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了 非常感謝你的耐心收看 這一集呢文稿花了我很多的時間 現在你看到的已經是經過無數次修改後的版本 儘管它依然不完美 但已經是我能力所及的最大範圍了 希望它夠淺顯易懂 不過假如你依然有不懂的地方 別擔心那一定是我的問題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會想辦法來解答 有任何想法也歡迎跟我分享 那麼就這樣啦 我是咕咚鐵人 我們下次見 Bye